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星期六拯救计划 今天是一个平凡但又不那么平凡的一天 因为我们要去寻找传说中的几位朋友 于是我得开始打包行囊 首先必须要先准备一个露营车 再来可能OK棒也是必须的 接着拯救计划的伴手礼也是很重要 而且还要把它咪哗地放在一个看起来有点强的文件袋里 最后我相信他们绝对会喜欢这一本 我挑的Traveler Snowbook第一本时尚中文的品牌书 准备好这些之后我相信他们看到我应该会笑 外面天气这么好 到底今天有没有办法顺利的找到 台湾传说中的这几位Traveler Snowbook 超级强的使用者呢 我们赶紧出发吧 我应该是不至于被咬的 嗨 好 你现在可能拿没办法 好 哇 嘿 这个盒子你们去哪里 是买的吗 家传的 啊这么酷哦 爷爷什么这种的吗 对你是爷爷逃难来的时候带过来的 哦好酷 残疑度好高 我还妹妹啊 你还可以吗 我还可以 我还行 顶到死我骨子 你看你放上面 当大家有看到我坐往南下的列车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我要找谁呢 就是以水泥印章 然后在插画手帐跟文具圈当中都非常活跃的 东维工业 大家好我是东 东 我是五维 喂 我们现在就要来跟东维来聊一下 他们当初一开始怎么会买 开始买TN 皮革封面 然后又可以自己组装任何内页的手帐 平常的TN 大部分你们都在进入一些什么事情 找生活的灵感 就是路上的小纸片 如果我们觉得漂亮 我们就会把它剪进去 哦 或者是照片 回忆 就是没有特别逐渐你什么旅行啊什么 不会特别逐渐 对就是基本上都是日常 现在这本是第一本 对 就是送几代东维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那个 那个派手帐 而且我一开始我就觉得 我才不会买这么大本的TN 现在有没有觉得被打脸 被打脸打得想想的 每一页都有它的小故事 天哪像绘本一样 其实一开始是拿来写食谱吧 对一开始是拿来写食谱 有看到什么炒饭 其实每一页都有 对每一页都有 就是打开来再打开 好棒哦 就感觉它蛮有机关的耶 对就是每一页都这样 那我想问你们第一本的时候就有 对于封面就有这么勇于去做这个事情吗 因为大家通常拿到第一本 不是通常都会觉得 不想要珍惜 对对对对对就觉得感觉像个小宝物 要供在那也不好意思 那个皮革就让它自己养出自己的味道 一开始就做这么大胆的尝试哦 一开始 就这样子了吗 我的想法是 我要先破坏之后 我才敢真的去用它 真的吗 对就是如果我一开始把它爱惜得很好 那我就会舍不得去碰它 所以拿到的第一件事 我拿到第一件事就是破坏它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曾经就是把它 学会是这样子 拖在机车后面然后就是磨马路 这哪一本啊 有吗哪一本 这本就有 这本就是拖在地上磨马路的 东西有觉得它是疯子吗 你 有 东西有没有觉得它是疯子 这本就是拖在地上磨马路 然后自己 自己打皮镖 然后自己打皮镖的自己粘上去 像这个就是那时候吃到好吃的贝果 然后它的提袋 啊 就把它留着 对 然后 比如说我夹了夹子之后 我就不会把它拿下来了 我就会把夹子 就一直夹在那上面 我就会直接留在上面 诶它不会让你后面在写的时候觉得 还是你没有在care这个 对我不在乎 这是去日本的时候 去日本玩的时候的 啊 记录 然后 它的提袋在 它的提袋是天的 啊天的提袋 回来吗 还是在当下 那一天晚上 我当下晚上就会在拉比作 完全真的是立刻记录 对 弄这个提袋 一来是回忆 然后二来也是因为 比较好 我可以直接把它从包包里面抽出来 直接抓出来 你现在用起来 你会觉得你比较喜欢哪个size吗 因为喜欢大本的 有很大的 真的吗 你是觉得小本不够写 但是我现在喜欢的是 改造过后的 刚好才一半 而且又是正方 正正方方的 觉得很可爱 弄什么 哦 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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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很有耐心 对 第二本是 写一些 新 诗 写一些诗 哦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对 浪浪漫漫的 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我只会用自动笔 真的吗 因为我只喜欢自动笔 哦真的哦 对因为我都是用自动笔写字啊 你跟平常生活记录勒 都是自动笔 我有将近100支自动笔 会用到的 一定会用到基本上 印章还有 所以印章派的印台们 对 这个印台收纳 大家也是很惊人 所以 好希望前面的阿嬷 能载我一程哦 呵呵呵 下了船之后 现在好像 还要 再 走一段路 好的大家 那经过刚刚的一番 又坐船 又坐车 之后的努力 我终于来到了 奇经当中的 不知道我讲到奇经 大家是不是就有想到这一位 也是非常活耀在文具手帐圈的 这个创作者呢 他就是成年往事 那我们欢迎一下 大家好 我是成年往事的崩奇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到底 第一本TN是为什么会买 跟怎么会 呃 决定要使用它呢 就是大概2014年的时候 我是先从后果手帐开这些 然后后来在网路上有 看到有人分享TN手帐 然后觉得TN手帐 太有质感 哦 然后我也想说 呃 我也想买一本来试试看 因为我就是喜欢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手帐 哦 还有它 我觉得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它很薄嘛 然后 感觉使用它就是没有压力 就是好像随时随地 就是很简单就可以用完了 嗯 因为过去我可能都是用一日一夜 哦 就比较厚 就比较厚 就是 你好像每天都有功课要做的 哦哦 然后TN那时候我想说 呃 没有日期 然后又薄薄了一本 好像很快就可以做完一本 然后就是会觉得说 嗯 一直延续做手帐的那个热情 热情有在上面 而且它可以自己做手帐的手帐 哦哦哦 会觉得更有乐趣 嗯 还记得那个时候第一次买TN的时候是什么 哪一年你有记得吗 很复杂耶 2014年的5月25号 2014啊 那就比刚刚的东维早了两年 蛤 他们刚刚跟我说他们是2016年 这样 诶 嗯 所以有哦 看你 所以你是前辈耶 哈哈哈 萌鸡是前辈的意思 应该是东 然后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创品牌 嗯 就是聚会的时候 他们带了很多工具 然后分享给大家 哦 然后有没有其中的工具 就是这个毛 有有有 我觉得大家应该看起来很熟悉 嗯 皮镖就打了我的萌鸡 嗯 这本就是出国室的记录 哦哦哦 对机票啊 哦 真实车票 嗯嗯嗯 然后一些 DN舍不得丢的 就会贴在里面 嗯 就是简破烂的你懂吗 嗯 做手上的人 就是这样真的 我们天生有食荒系统 对没错 对 打在身体里 什么都不舍得丢 什么筷子的什么 是 然后餐具的什么 没错 筷子 F2必须要留 对布丁 对 对可爱可爱 这个时候的时期大部分就是 用照片为主 对对对 用照片为主的方式来记录 在成年网市的IG上面 是不是一直有在执行一个 我觉得还蛮酷的 也很有趣的 叫做 女人计划 嗯 旅人计划是因为我有个商品就是专门画旅人的样貌 嗯 然后画着画着然后就觉得说一个人画自己想像的旅人样貌其实还蛮无聊的 所以原本一开始的旅人是想像出来的样子 对是想像出来的样貌 然后我就觉得说是不是要开放给喜欢这个旅人交代的人自己来告诉我需要画什么 我画完这些旅人以后我自己也是蛮有成就感的就是我收集了很多的旅人故事 然后从里面除了认识他们也学到了很多的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真实的一些物就他们真实的戴在身上的一些物品 大部分是真实的其实我是有要求他们说不一定要真实的你也可以是自己想像出来你希望你 哦 希望我在旅行当中能带上什么东西 对但是他们都还蛮愿意就是画出他们真实的内容 真实的东西 对然后所以故事原则上这些故事从聊天中都是真实的 也是一个TN 它也是TN使用者的事 对 嗨大家我回来了 昨天呢见完了各式各样的强者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跟着变强了一点了 收获了很多强者们的印记然后还有看着大家喜欢一件事情的那个 蹦蹦蹦的眼睛 我真心的觉得我有踏上这一趟 寻找他们的旅程真的是太好了 而我到底为什么会展开这一趟旅行呢 一切正是因为这一本不得了了 大家Tripleless Notebook 第一本官方的中文版的公式书 Everybody 这个月也附了一个跟日版一模一样的这个15周年限定的贴纸 那这一本TN的书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TN的制作人范导先生呢 他说这是一本明明虽然是TN的品牌故事 品牌制的感觉的一本书 但里面占最大篇幅的却是使用者的一些使用心得啊 跟一些小故事 我一看到这本书我就觉得我不去找一下台湾的这些 也一直长久以来都有在使用TN的这一些创作者还真不行了呢 那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三个 我看完这一本TN书之后呢 Gate到的三个关键字 首先第一个字就是好帅 真的有好多人的回答 那都是那时候在书店在文具店看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哦!好帅哦! 哦!可可意ですね! 第二组关键字也是在这一本TN书里面 我看真的可以说是每一个使用者都有提到的字 那就是个人化的自由 大家知道TN嘛 就刚刚大家看到的外面那个小匹哥 它里面的内页呢 其实你可以自己决定想要哪一种的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联名的 感觉自己有联名有限定很酷很帅 那或是你想要用比如画用纸 它会比较适合盖印章啊 画水彩啊 或是你想要有纸比较黄黄的 所以这里有奶油纸 或是空白本 然后书里面其中一个日本的旅人呢 他有说他最喜欢用的就是牛皮纸 因为他非常喜欢写字在牛皮纸上面那种沙沙的声音 关于内页的记录方式大家也都很就不敢哦 比如说像这一位他是一位零件的制造商 他就非常非常喜欢在TN的月计划上面 每一天呢都写上这么密密码小小的字 然后配上一点小插画 但同时之间另外一位创作者 他就觉得哎 为什么笔记本难不成一定要弄来写的吗 他不想写啊 他想弄剪贴的方式对他来说 他觉得这是最疗愈 不论什么样的职业 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寄你的笔记本 你都可以在TN本他这样子的系统里面 找到你自己 最后一个关键字也是我在读完这本书里面 非常有共鸣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包容 制作人范导先生他就说 他觉得TN是一本包容所有不完美的笔记本 那我也在看到这么多使用者跟TN的故事当中 的确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其中这位育儿中的日本妈妈有讲了几句我觉得蛮感人的话 他有时候总是会想为什么 孩子总是这样怎么哄都还是哭不停 但他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到他笔记本上面的时候 他说光是只是写下来 他就觉得好像好一点了 我相信大家要是有在写手帐的话 可能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感觉吧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时候一件事情做的不是那么好 但是光是写下来这件事情真的可能或多或少就让心里觉得 something better 所以可能很多人一开始会觉得 这个TN就是你们手帐文具圈的事吧 但是不是光是从这本书我们就可以真的感受到有超级多的爱用者 他根本不是文具控 再来可能你会说 啊天啊就是应该是travel了的事吧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travel 如果你好好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 不是为什么 因为套句我的师傅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师傅是谁呢 我师傅 mini minor 曾经教过我写旅游手帐的这个师傅 师傅就这么说了 平常生活也都能找到旅行 其实这正是TN的创作团队想要传递给大家的 就是每天都像一场旅行 最后非常重要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新书资讯 在影片上下的时候呢 这本TN的品牌制呢 应该已经全面的各同路都上市了 如果大家在成品购买的话会有优惠活动哦 这本书会是七九折 并且如果你是黑卡或是金卡的会员 你还可能会get一个20元折扣的简讯 并且呢配合这个新书上市啊 在不论是书店或是线上 都会有八五折的优惠 也就是说大家非常适合趁着购书新书的时候 一起把TN跟成品的这个强强联名的 各种的这些限定的商品呢给带回家 那当然除了成品同路之外 在一般所有的现在的独立文具店 独立书店呢 也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15周年巡回印章的盖印活动 我自己呢有趁着这个猎车呢来到了台中六街文具店的时候呢 赶紧呢有去体验了一下 那现在这个盖印活动应该是已经来到了高雄的普品了 盖了这么多好看的印章 我真的只能跟大家说我很高兴我有活着 尤其是我发现很多巡回的店家 都会配合着这次的活动 让大家购买TN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优惠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下 Right now应该是大家想要体验TN 想要试试看这个笔记本 那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 的极佳的时机 毕竟大家我刚刚说的那三个关键字 又帅又让你自由 同时又包容你的另外一半 我们要上哪去找呢 莫克出版的姐姐呢 这次一样要来送书啦 大家抽出三个孩子 你可以获得这一本书 请大家第一个订阅我的频道 第二个呢要帮我按一下这支影片的 赞帮我按个喜欢 再来请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告诉我今天影片的任何感想 所有的感想我跟莫克姐姐呢 都会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来阅读的 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哦 你有看得开开心心的吗 如果你也有看得开开心心的话 那我也会再更开心的 我们就下一支的影片再见咯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